红灯亮起 远景放慢速度停下 没想到眼前的白色轿车 突然来一个大回转 远景赶紧追上前把轿车拦下 开出一张2700元的违规罚单 加上继违规点数三点 但这结果驾驶非常不服气 向法院上诉 当时就是在新北市环河东路一段的 这一个路口 由于当时车流量不小 加上车子已经过了停止线 所以驾驶才会一路从绿灯 等到红灯没有来车后才快速回转 驾驶向法院申诉是因为得要等车流 法官裁定由于举发的远景视线受阻 无法完整明确的看到路口车辆的状况 加上车子已经过停止线 判定驾驶胜诉撤销罚单 民众开车遇到这种状况 到底转还是不转 当然你不然卡在路中间很危险 然后挡到人家的路 那如果说已经一半了只好转 但是如果说违规也是没办法 路口回转对许多驾驶来说是一大学问 不论是回转角度或是时间都是挑战 这对判决警方表示尊重 但也强调没有执法不当 虽然这次罕见的撤销罚单 不过也希望民众行车可以小心谨慎 避免意外 华世新闻翁前谎言与纳新北报楼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